寒流在今天報導 清晨淡水只有九點七度 是入冬以來的最低溫 而預估這一波寒流 一直到下個禮拜一都會影響臺灣 北部空曠地區有機會出現七度低溫 而南部低溫也只有十度 提醒農漁養殖業者要嚴防航海 打開地下水開關檢查果園 能否順利灌水 入冬首波寒流即將來襲 南部有的果園因為暖冬正在開花 還不怕冷 但有的已經有果實 除了套袋就得靠比較溫暖的地下水 也滿整座農田保暖 那建議是在果園裡面 盡量可以把果園的水 果園的水 果園的土壤增加它的湿度 那如果說果園可以淨水的話 建議是抽取地下水 因為地下水溫度會稍微高一點 果樹防寒沿海空曠地區養殖業 更怕低溫 漁會派員四處跟石板養殖業者宣導 這幾天清晨要設法提高水溫 業者也很擔心 氣象局表示這波寒流的威力會讓民眾很有感 九號開始最低溫將出現在入夜到隔天清晨 北部地區低溫下探八度 空曠地區甚至會出現七度低溫 中部地區低溫九度 南部地區低溫也會到十度 將持續到下週一 記者綜合報導 下週一天